一咬的油又是沖了出來 是真的很好吃 Hello 大家好 那現在呢 其實我已經來了日本的東京啦 今天呢 我就帶大家去這個豐州市場 逛一下銀座東京鐵塔那邊 我們現在就想找一下有什麼吃 因為呢 我們都很早起床 7點半就起床 就過來這個豐州市場 還有我們呢 搭車其實是因為我第一次來自由行 東京 之後我覺得是有一點點結束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小時候的卡加不到是手機 所以我就要去買票 還有 又不會看日文 所以呢 這次是第一個嘗試 有一點點結束 但終於是來到的 這次這個日本的東京之旅呢 我們是會來這個八日七夜的 那其實我已經計劃好每一天的行程啦 頂龍呢 都是會 調前調後啦 但是我已經計劃的都幾豐富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呢 那就可以看到我這幾天去旅行呢 會去哪裏啦 吃點什麼啦 因為我所有東西都會打完 INFOBOSS跟大家分享的 今天呢 今天呢 我來這個豐州市場 我都沒有說找很多招搜集 打算吃哪一間好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隨機看到 吸引呢 就進去吃的啦 終於來到這一間壽司大 但我們應該是太晚的關係呢 已經沒有了 還是有呢 today is fully booked ok 其實呢 我們本身呢 都沒有說打算吃壽司大 因為呢 如果是我們就會好了 醫生 所以呢 其實我們也是在這裡呢 看一下 隨便找一間 看下去ok 和吸引的壽司店呢 就進去吃啦 那我們現在就 還在找 我們剛剛就點了一個 3000日圓的這個4號 還有呢 一個6號 準備試吃這個飯啦 其實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那個賣相呢 就沒有說去到十分吸引 但我們實在是太迷惑 不知道去哪一間吃 所以呢 最後就進來這間 都坐滿了日本人 剛剛就有位 所以就來了這間 但我覺得可以再好吃點 但它的飯很大 還有海膽好像也不腥 因為我平時沒什麼吃海膽 所以呢 不太知道怎麼評價海膽 不會太知道了 不會太得意 快吃啦 Matcha Latte 剛剛買了這杯Matcha Latte 這杯Matcha Latte 它的奶味很香 我看了它很重 所以真的挺好喝 嘗嘗這間專門燒吞拿魚 超級多人 我們現在就來排隊 現在排這間吃吞拿魚 燒吞拿魚的串 剛剛明明經過一個人都沒有 現在排了二十幾個人 所以現在決定快吃了 免得越來越多人排隊 我們剛剛點了一個大拖 是不燒的 還點了一個中拖是燒的 買了一吋大拖 選了一個沒有燒的 就是1000日圓 超肥美 這些才是真的拖羅 讓大家再看一次 現在就試一下這個 它剛剛加了一點醬油 我已經感覺到好像好吃 說不出話 我想說這塊是 我之前吃Omakase 它不是薄片的大拖 那我已經吃了一口油 這個真的搞不定 它是切了長方形 因為咬到的油 是沖了出來 是真的很好吃 它有五粒 那其實五十元 只有十元粒 我覺得試一下是絕對可以 但如果一個人吃完 一串應該會很肥 好過分 好好吃 相信其實足地也會有這些 但我們今天就不搭車過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好吃到這個 超滿足 試一下這個中拖 我們是選了炭火燒的 因為想試一下 燒和不燒的感覺 是怎樣的 嗯 好像在吃肉 但是很軟 但是我覺得可能大拖 就不燒好吃 但是中拖就燒好吃 它就沒有說到大拖那麼油 當然 但是其實都很軟 完全是吃到吞拿魚的感覺 嘩 突然又吃了在後面 嗯 這個肉就結實一點 我覺得大家可以吃過大拖 但它燒和不燒 中拖可能就不搭 大家都吃完大拖 就是如果喜歡大拖 和肥膩的大家 現在我們來試一下這間肉籽燒 好像很好吃 三百元 剛剛就買了肉籽燒 現在就回來吃 稍後看看會不會再買點東西吃 因為其實已經很飽了 吃完飯 很厚 原來它一腳大的肉籽燒 只是切到三件 這個肉籽很甜 而且一點都不乾 我們現在就要離開這個 封州市場這個站 乘車去銀座 打算買衣服 看看價錢 因為 明天 我們下一集 就會去御殿長歐里 我們已經買好車票 因為 御殿長歐里 是超棒 我相信 所以我們打算去銀座 看看價錢 明天再去歐里買東西 我覺得 掃街都有很多選擇 所以大家可能不一定 要吃魚生飯 吃到這麼飽 可能吃幾件壽司 再去掃街 其實可能會更好選擇 我們就是 一人一個吃飯 吃到超級飽 頂著胃 好像吃什麼都吃不下 這個是我給大家的提示 除非大家很大吃 那就沒有問題 剛剛我們已經到了這個銀座 現在就去逛逛 有什麼看 我們本來是在Chanel 誰知他就說 我們現在在銀座 每天12點 立刻來這裡預約 才可以進去 所以我們今天是不能進去的 因為現在是12點9 我們不知道 原來要預約 現在去Dior 看看大約是什麼價錢 這個是脆的 因為剛剛用了火槍 脆一脆 現在吃了這個芝士蛋糕 我們剛剛去了Dior 但Dior 例如那些toe bag 便宜六千多元 又沒有去到七千元 即是六千五再有港幣 其實真的挺便宜 因為算上退稅 以及Yen太便宜了 我們看了這個Gucci 然後看了頸巾 如果頸巾 這條頸巾四千五 就為港幣 就三千三 即便宜了1200 其實都好像算是多 但我們就 再看看其他有什麼brand 可以看一下 因為明天我們就去OLED 那就 再決定看看想買什麼褲 我們現在呢 就已經由韌座來了這個 在神谷丁站 出去了 去這裡 就打算去東京鐵塔附近 就拍這個東京鐵塔 現在是 差不多黃昏 快來 一會兒就會晚上 剛剛我們就是站在這個位置 就拍這個東京鐵塔 其實這個位置拍得不錯 我想說這裡突然間很多人 因為我看到那個全民的打卡點 剛剛看到那個全民的打卡點 超多人 就是那個隧道口 拍這個東京鐵塔 我們看到傳說中的停車場位 那條樓梯 打卡是超級多人 是差不多有二三十 還不知道他們每個人多久 所以我就不等了 在晚上呢就回來這個新宿 就吃一個叫做回家 我就打回Infobox 他的位置 以及他的名字 我想說雖然我現在還沒吃他的東西 但我已經覺得 感覺非常良好 因為他的價錢 真的很親民 而且他重要 每一組客人 都是有一個包箱 就是他要脫鞋給你進去的 而且是私隱度極高 因為他會拖到門 而且你的訂單 就是需要按這個小鈴 他就會進來幫你拿東西 拿東西吃 我們先點了兩件事 就是點了一個二人的黑毛和牛 壽氣燒 就是3960日圓 就是港幣200多元左右 然後還點了一個刺身的盤 有幾款不同魚生的刺身 就是2100多日圓 就是8多港幣 現在就上了少少壽氣燒的前菜 剛剛還離了爐 我待會就拍給大家看看 他這間店好不好吃 因為我現在的感覺非常良好 真的 剛剛就來了這個黑毛和牛壽氣燒 下面呢就有些蔬菜那些 然後呢 還有一些芋絲在裡面 還有三隻蛋 可以給你拌蛋汁 近拍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刺身的評判有什麼魚 首先來試一下這個中拖 這個不差 真的中拖 它沒有說很肥味 但是呢 都有點油脂感 現在再試一下其他款魚 其實我覺得其他幾款都挺好吃 因為剛剛試過了 幾樣都挺出色 還有呢 一點都不腥 是很新鮮的 所以我覺得 這一盤也挺低的 100多港幣 真的不知道 還有什麼好說 這麼便宜 它的脂肪位不是說很多 是偏向牛肉味和有少許咬口的 而且入口即龍那種 但也不差 真的以這個價錢來說 兩個人 我覺得以這個價錢 還有包雙醋 我覺得真的不錯 相當之高CP值 還點了一杯橙汁 這個495日 超級解渴 因為它這裡好像是沒有水供應 所以我們就點了東西 超級解渴 660日 就是33元 終於吃完這間飯屋了 我覺得也挺推薦大家可以來試一試 因為它實在服務的服務實在太好 而且它的價錢也相當OK 它的份量也不錯 一段時間多走一會 就會走回Airbnb 還有可能去Lawson 買那個甜品石 因為很出名很HIT Creme Ballet Lawson 就見到一個人氣的甜品 我們就決定 要買回去試一下 就是365日 算了 這個水 終於回到我們的Airbnb 現在就和大家試吃這個Creme Ballet 現在就先試一下它 因為 很多存貨 我想說在這間Lawson裡面 就是這個聲音 我看別人也是敲 嘩 超脆 其實我已經敲了一會兒 但它敲了也不需要 啊 終於裂了 終於裂了 下面已經溶了 雪糕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挺出色的 給大家看一下焦糖 嗯 這個雪糕很滑 而且焦糖很脆 而且焦糖呢 焦糖呢 是不會有一股焦的味道 來到一定日本 一定要來買 應該說 好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